同学们好 我是吴灵芬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大剧院艺术微课堂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我们怎么样能够欣赏合唱 但是要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就得先从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 我们首先呢可以试一下 第一个呢是去感觉一下音乐 比方说我们来听一听有个故事叫彼得和狼 这是苏联作曲家Prokofiev 一个非常著名的为儿童写的一部交响乐 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个少先队员彼得很勇敢 还有一个爷爷他老不让这个彼得出门把他锁在家里头 然后有个大狼 但是又有一头的小鸟又有鸭子 这个鸭子是最后被狼吃掉了 那么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是用什么乐器穿起来的呢 那么大家现在听一下 你就会感觉到哪个乐器出现是什么角色出来了 这个故事就会感觉到哪个乐器出现是什么角色出现是什么角色出现的 这个故事就会感觉到哪个乐器出现是什么角色出现是什么角色出现的 这个故事就会感觉到哪个乐器出现是什么角色出现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觉到了 我想在将来的没有标题的音乐的情况下 你慢慢的就会获得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借助这样一些音乐就可以去知道音乐并不神秘 只要你有环境你有条件经常去听 你会去判断你喜欢哪一种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喜欢合唱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有表演情节的很有意思的合唱入手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个录像 这是一个萨曼族的改编的一个合唱 大家看萨曼的 求雨的时候念的咒语 还有稀稀里里的雨声 还有雷声 电闪雷鸣 都是用人声来造成的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段音乐 这段音乐 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更能加深 对合唱认识的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合唱好不坏呢 因为大家听了 听了各种各样的教学乐 听了很好的合唱 我们就有一个标准 它必须统一 什么统一呢 一块进出 比方说我们声令的歌 那这个声就得一块进来 然后音还要准 音不准就叫噪音 音都很准 你的标准就是很好听 所以前两天在国家大军院音乐厅上演的两支合唱队伍 都是世界第一的合唱队 音乐 所以一个合唱队要唱得好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好听 为什么好听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线条很美 音很准 每一个合唱队员都互相帮助 互相倾听 然后把每一个字出字的时候 都非常的统一和标准 那就是它达到了 让你的身心去很愉悦的 这样一个标准 那所以我们说 它是世界一流的合唱团 是世界一流的一流的一流的一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进入合唱的世界当中 我们就会欣赏到更多的合唱作品 借助于听音乐会 听唱片 然后自己去唱音乐 再在老师的指导下欣赏更多的作品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合唱的鉴赏家 也是合唱的参与者 也会成为一个在合唱队里头 去创造美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者 希望同学们继续关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 继续关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微课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